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586集 这丫头竟然比我还厉害 被她一嚷嚷 林婉容倒是愣了 什么叫做一滴都不能少啊 这小妞儿霸道得过分了吧 死亡之海昏黄一片 狂风怒嚎飞沙走时 远远望去便像一块急速生腾的黄色云彩 漫天的风暴咆哮着掀起飞扬的尘土 大小不一的碎石在空中飞舞旋转 噼里啪啦地往地上砸来 处在风暴的当心处 即便是平日自认为强壮无比的林婉容 也感觉深如一片枯叶 摇摇晃晃着便要飞上云天 她用身体挡住飞溅的碎石 将欲加护在了怀中 死亡之海的威力远超出林婉容的想象 二人加在一起 好歹也有两百多斤的重量 可是在这风暴的眼里 却是轻得连一片树叶都不如 狂风吹打着衣裳 脚下的沙尘旋转着飞上天 二人身体不断地变轻 眼看就要离地而起 我老公 我们要死了吗 突厥少女凑在她耳边大声说道 眼中闪过复杂难辨的光辉 别说话 有我在 你不会死 林婉容大吼了几声 踩一张嘴 便有无数的风沙尘土 随风而入 塞满了口腔鼻孔 惹起她一阵剧烈的咳嗽 就连呼吸都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 有你在 我就不会死 郁佳紧紧咬住鲜艳的红唇 微微低下了头去 她沉默两久 哭得在她耳边轻声颤抖道 我老公 如果你不是大华人 那该多好 废话 我爹我娘生就了我的黄皮肤和眼睛 哪能叫你说改就改呀 林婉容恼怒道 如果你不是突厥人 那就更好了 我可以在大华好好治治你 哗啦的狂风吹过 便如汉地拔葱般 同时将二人向空中卷曲 郁佳只觉身如浮屏般飘起 泪珠瞬间蕴满眼眶 她用尽力气大声道 我老公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 抱紧我 那风势越来越急 转眼便要将二人卷走 林婉容被郁佳抱得紧紧 想要移动也是难如登天 她忍不住地唬吼一声 搂住少女的身子 就是几个翻滚 甩出树杖开外 哄得巨响 二人方才立足处 瞬间被移为平地 满天尽是飞舞的黄沙 郁佳说话间 风沙正腔入口腔 这一翻滚 更是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在池上一会儿 就真的要粉身碎骨了 林婉容脸色苍白 冷汗都流不出来了 望着那咳嗽得流泪的突厥少女 林婉容像是头被激怒了的狮子 急声吼道 我不管你是谁 你现在给我安静 奶奶的 没被风暴卷走 却差点被你这小娘劈给气死 她一脸吼了几声 吃了满嘴的沙子 脸上沾满了黄沙尘土 模样甚是猙獰 突厥少女呆呆地望着她 银牙将红唇咬得紧紧 泪珠忽然落了下来 不许你骂我 她英宁一声 猛地钻进她怀里 张嘴就往她胸前咬去 郁佳的牙弓 林婉容早已见识过数次了 这一口下去 胸前便排出了一排整齐的牙印 浸出点点的血丝 奶奶的 这突厥女人果然是属豹子的 咬得钻心的疼啊 莫风吹来 林婉容唯有护住着刁蛮的女子 前有抱口 后有沙石 真是两边受疼啊 也不知过了多久 突厥少女终于松开了口 望着她胸前那排整齐带血的牙印 她呆了呆 忽得双眸一湿 无力地低下了头去 你属狗的 还怎么不咬了 林婉容倒抽了口凉气 怒吼出声 欲加不言不语 去过她用生命换回的水囊 轻轻贴在她胸口的牙印上 又低下头去缓缓地 无声无息地将脸颊贴在了水囊上 虽隔着个水囊 那流寇激烈的心跳声 却是清晰可闻 她轻轻闭上眼睛 嘴角却是泛起一丝甜甜的笑意 方才还野性十足的突厥少女 此时却乖巧地像只梨眸 双眸紧闭 长长的水润睫毛 微微地颤抖 双手双脚都收拢了 紧紧蜷缩在她怀里 一动不动 这般情形 倒是让林婉容有些摸不着头脑 欲加全在她怀里 将她抱得死死 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没有了这丫头的叨扰 林婉容心里也平复了许多 在默默的黄沙里 二人都不说话 天外狂沙乱舞 呼啸一片 这里却是静谧无比 也不知过了多久 只觉郁家从来没有过这么安静 林婉容低头看时 却见得突厥少女 脸带笑容 呼吸均匀 竟是睡熟了 这样也能睡着 女人啊 真是不能用常理来衡量啊 林婉容仰天悲乎 痛心疾首 恐怖的沙漠风暴 终于带着呼啸 绝尘而去 只留下满地的碎物杂片 黄沙瓦砾可谓是遍地狼藉 林婉容双腿深陷沙地 厚厚的黄沙 直堆积到她的大腿根儿处 起床了 林婉容恶狠狠的一掌 拍在郁家的翘臀上 突厥少女啊得一声惊叫 拔地而起 只见自己躺在沙地上 毫发无损 倒是那流寇被黄沙 埋进去大半个身子 脸上沾满黄沙 呼吸急促 疲累的仿佛就要倒了下去 下流 突厥少女轻佩了身 脸色赤红一片 她急急地蹲下身 自怀中取出那名贵的金刀 刷的一声插进她身前的沙土中 奋力地挖掘着 要将她解救出来 见着突厥少女野蛮施工 根本就不在乎那名贵的金刀 那一刀一刀都靠着大腿根上 再进上几寸便是关键位置 林婉容吓得脸都白了 慢点 慢点 小妹妹 这么名贵的金刀 用来挖土太浪费了 还是我自己来吧 不要你管 郁佳应了一声 手中的金刀却是刷刷的几身 觉得更急了 这是要我的命啊 林婉容大惊急忙摁住她的手 小妹妹 谢谢你的好意了 你这小刀太名贵 我怕待会儿一不小心 撞到我身上的某样 尖硬的物体 磕坏了你的金刀 那就得不偿失了 磕坏金刀 郁佳一愣 再看清楚那金刀下手的位置 却是啊了一身 急急收手 双颊赤红地转过了头去 女人终究还是脸嫩 林婉容哈哈笑了几时 不要脸 郁佳瞪她一眼 轻轻将金刀插在一旁 徒手为她绝杀 二人齐心合力 刨了好一阵 才将那沙土清理得差不多 林婉容使出吃奶的劲 从沙堆里蹦了出来 却见腿上红彤彤的满是流沙的刮痕 裤子也是破破烂烂 只剩下几道布条随风的摇摆 赏性平脚裤还在 才没有丢大丑 郁佳望着她这狼狈的模样 咬了咬牙 想笑 鼻子却是酸酸的 看什么看 没见过我这么拉疯的 被这突厥少女 盯得实在有些不好意思 林婉容羞脑成怒地喊了一声 郁佳偏过头去小声哼道 难看死了 谁看你啊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沙暴 在数百丈开外 生生地堆出了一座巨大的沙丘 面积足有数十亩地大小 其威力可见一斑 车马被掀到空中摔落成碎片 连那火头军用的唯一的一口大锅 也飞出几百丈 埋到了沙坑之中 林兄弟 你怎么样 没事吧 高求顾不得抹去脸上的沙尘 急急奔过来问道 林婉容恩了神 我没事 就是后面要穿着开裆裤赶路 不过这样也不错 最起码不会影响我青春期的发育了 高求听得冷汗刷刷 对林兄弟佩服得五体投地 您正在收听着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小李子怎么样了 林婉容正色问道 老高拍着熊仆道 有我在 你就放心吧 保这小子一点事没有 风采我还为他喝水呢 林婉容点了点头 与胡不归在队伍中来回 穿梭着轻点着损失 威力如此巨大的沙暴 就连熟悉沙漠习性的胡不归也未曾见过 这一番受惊吓自是难免 好在前面的路上也遇到过几次沙暴 主人已经积累了些经验 大家紧紧拥在一起 互帮互助应付得当 人马损伤极小 林婉容也颇是欣慰 当然也有遗憾的地方 流沙刮起的锋利的碎石 割破了两个水囊 叫原本就捉襟见肘的水源 愈发地紧张起来 住人都觉心痛不已 胡不归跟在林婉容身后 呼得惊了声道 哎 将军 你的水囊呢 怎么不见了 老胡这一喊 高求也急急转过身来 这时候清水可比黄金还宝贵 水囊 林婉容不自觉地往腰间一摸 郁佳美丽的面容 瞬间在眼前浮现 沙暴最猛烈的时候 是这突厥少女 以身涉险 拼死 将那薄薄的水囊抓了回来 林婉容还为此怒骂过她 现在看来她这举动 或许就能挽救数十条饥渴的生命 林婉容还未说话 高求朝不远处望了一眼 顿时长长地呕了声 笑道 哦 原来在这里 几个人顺着她目光望去 只见郁佳骑在一匹青葱小马上 咬着鲜红的嘴唇 双手中却捧着一个饱满的水囊 握得紧紧贴在胸口 见猪人目光瞅过来 突厥少女微哼了声 将那水囊藏在了身后 这仿佛孩子般的举动 引来众人哄堂大笑 气氛毫不热利 老高几眉弄眼道 这水囊啊 也只有林兄弟能娶过来了 大家呀 等着瞧吧 他一语双关 猪人哪能听不明白啊 顿时笑得更加厉害 郁佳骊的老远 不知他们在笑什么 脸上满是茫然 老高这银货 倒是什么都敢想 林婉容无奈地摇了摇头 摆摆手 大队人马继续前行 罗布泊里的海市蜃楼和沙尘 暴都见识过了 大家都已经无所畏惧了 只要不迷路 水和粮食能够供应上 死亡之海也是可以征服的 这一路前行下去 又经历了几场大的沙暴 大家渐渐地习以为常 都不再那么恐慌了 这丝绸之路 一个最明显的特征 便是厚厚沙尘下 埋藏着无数的骷髅白骨 一路收敛了这些先行者的遗骸 却也成了指引他们前进的路标 李武林的伤势渐渐地好转 果然如高求者庸依所判断 在风暴过去的第四日 他便可以下地走路了 这个好消息让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其鼓舞作用是巨大的 救回了小李子 功劳最大的就是月牙 可他偏偏是个突厥人 这世事还真是难以琢磨呀 只是自那日沙暴过后 玉佳却是不知怎么了 渐渐变得沉默 眼神时而炙热 时而暗淡 时而快乐 时而忧伤 有时候还流露出一些莫名的惊恐 叫人摸不着头脑 水和粮食在一天天的减少 越往后面走就越是困难 不得已 只得选择屠宰了部分体力衰弱的战马 饶是如此 又行了数十日功夫 饮水便彻底的断绝了 五千余人顿时陷入了绝境 李兄弟啊 你当时不是说再走七日便可行出锣磨不破吗 老高扶着马背喘着粗气问道 如今两个七日都不止了 我们怎么还在沙漠里打转啊 当日为鼓舞军心而吹的牛皮被老高一语戳穿 所有的饮水昨日夜里就已耗完 三日之内若是走不出沙漠 他们就要像丝绸之路上的前辈一样 永远埋骨在这死亡之海了 林婉容心急如焚 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声音嘶哑的道 高德哥别急 如果猜测不错 罗布泊的出口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也许明天啊 不 也许今晚 我们就可以在夜王清澈的湖水里畅游了 在沙漠里二十来天 别说洗澡 就连喝水都是一滴滴的控制 虽然明知道林兄弟这是在画饼 老高仍是忍不住地舔了舔嘴唇 眼里充满了渴望 行到现在 风沙已经渐渐地小了 空气也没那么干燥了 而且连续四五天都没有碰到沙暴了 这些是到了沙漠边缘的现象 只是那罗布泊的出口到底在哪里 却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正在四处打量着 忽觉袖子一紧 有人在身边轻轻地拽她的衣裳 转过头去 便看见突厥少女俏丽的脸庞 由于缺水 她鲜艳的红唇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 双眸却是流淌着盈盈的水光 默默望着她 郁佳有好几天没和她说话了 今日竟然主动找到她 倒叫林曼蓉好一阵的奇怪 你跟我来 少女将她引到一角 咬了咬牙 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 这个给你 入手幽香光滑 却是一个孩童八整大小的玻璃瓶 瓶中盛着几滴清水 刚好覆盖了底部 这是哪里来的 林曼蓉大吃一惊 这些时日所有人的饮水一律实行配几制 这覆盖瓶底的清水虽少 却至少要一两天才能分配到 我偷的 少女冷冷看她一眼撇过了头去 这话怎能信呢 林曼蓉海然道 你爸水省下了 你这两天都没喝水 胡说 我喝过了的 郁佳倔强道 谁让你们不送身啊 这是我从水囊里偷偷流下来的 林曼蓉咬了咬牙 这水 你留一半 剩下的给小李子 你敢 郁佳顿时怒了 一把抢过她手里的玻璃瓶 冷道 那是你的兄弟 与我无关 若你要把这最后一滴水送给别人 我宁愿让她流进沙漠 她一下拔开瓶三 便要往地上倾倒 你疯了 林曼蓉急忙夺过小皮 看着那倔强的少女 她无力的叹了口气 唉 好吧 算是我欠你的 一半留给你 一半留给我 总可以了吧 你不要摇头 我这个人也是有原则的 大不了一拍两菜 就让她流进沙漠 我数一二三啊 张嘴 郁佳愣了愣神 还未醒悟过来 一股清泉 便顺着唇流入了喉中 她下意识地牺顺了一下 猛然便觉得不对 刘寇竟然手不停息 将那瓶里的水珠 全然灌进了她的口中 一滴也不曾剩下 望着那空空如也的小皮 她呆了呆 忽然放声大哭 我老公 你这卑鄙的人 你敢骗我 我恨你 我恨死你了 我再也不要看见你 她刷得胯上青马 趴得一边 抽在马背上 那骏马便甩足飞奔了起来 这是怎么了呀 林宛容还在呆呆地发傻 忽闻身后的忽不归 惊喜地大呼 将军快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